最難忘的是我讀大學的時候 你大學的時候就已經認識他了? 我大學的時候有一年我是地理系,我在浙會南俄讀書 最後一年我要搞籌款演唱會 那時候我剛剛出道,風繼續出,剛剛出 剛剛紅了,因為電視也是叫紅,是一個紅星 如果我們大學籌款演唱會找到張國榮沒做就很棒 我現在在電視上見到他,去做《風能金燒》 但怎樣去找這個人呢?你又不懂,沒有聯絡 在電視上見到他,但因為我哥哥在TVB做 我便帶我哥哥,你可不可以立即帶我去TVB 讓我進去找張國榮,在沐人口等他,等他哥哥 我哥哥是很好的人,又不會見到我在做甚麼 他問我,我有個籌款演唱會,大學的想找你唱 他說又沒有推我,給電話給我,他說你找我吧 他就說你給心機讀書,可以知道我們畢業 二、三十會,在鎮妹大學園書 我剛才那個經理,臨畢業問我想做甚麼工作 我說我很想做演唱會 他說我可不可以進姚詠娛樂有限公司 那時我哥哥的演唱會都是他去做的 但我說,那個經理說不要,你先進去TVB 先進去學習,先進去木銀行 安排了我進去TVB,就是安排我進去其他工作 於是我第一天上班,第一天上班,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班,第一天上班,就是拍出一個人 做了《不怕情侯》,就是MV 我去學習,第一天上班可以做到甚麼,不跟著他 哥哥在廠面見到我,為甚麼你會在這裏 我入了來做PA,然後他拍下我的膊頭,我最難忘了 老闆,給心機,我看好你,你會覺得我是一個Superstar 第一天上班,那時人進去TVB好像沒甚麼朋友 誰認識你,你進去公司,但好像有個親人 我見過幾次又喝過茶,所以他的印象就很開心 那時是張奧維英,我剛進去PA,回了第一天公司 更加好,因為我們那時做很多金曲,很多機會見到他 因為來去去,他又做很多live,上來唱,有很多貴選,拍歌 我做PA,那時他有很多歌,那時我做PA,我跟他做PA 有Monica,聯絡北基的風,由情蜜爾,自己記得都有六 我想有十個歌,是經常要的,只怕不再遇上 那些我是做PA的,我是幫導演手的 但因為我很快就升了導演,我自己做導演 我又可以幫他拍歌 你導演第一個張奧維的MV是怎樣 這個《無心碎綿》 《無心碎綿》就是快歌,我還記得 那時有沒有指名要誰幫他拍歌 有的,那些導演都有,這些紅歌聲就有的 其實是否他指名要你拍歌 我真的不知道,我沒有問監製 不過《日落伯》是他指名要我畫的 這個我都覺得是挺幸運的 第一首歌就是《無心碎綿》 《無心碎綿》也很厲害,我真的覺得他 他臨後早上八點,即十點鐘他有來 因為哥哥是很準時的,一來到第一天 那些小姐,跳什麼,怎樣跳呢 要學舞,哥哥不是的 是我們預訂TVB的Dances 加TVB的排舞老師,他賣位就學 那幾下《無心碎綿》是現場自己度出來的 這些就是成為一個禮物,你現在很經典的動作 是賣位的,等於我妹妹也是,夢伴 就是《今天今今星星》 全都是他們自己的動作檢查 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那時拍MV的 看到這些歌聲,真是以前的歌聲的風範 真是好,很有才能 他站在鏡頭前,他英仔是 他真是容易拍的,你一躺在那裡,柱子給他 拉在那裡,他哥哥做一堆動作 你以後我去巴黎,我想我一個小時拍了兩首歌 沒法子的時間關係,定鐵又拍,出街又拍 但那些鏡子很帥,你出來發覺是他才行 巴黎就是因為他要離開樂壇 他自己想有一個紀念作在電視那裡 或者音樂各方面 於是他又想到,不如我們那時候沒有 他叫做音樂電影這個category 就是TVB,只有一些特輯 音樂特輯 但他這個我們叫第一部音樂電影 因為他有故事,以前我們拍的那些 只是將一些MV集在一起的特輯 例如阿倫也有去的,可能去日本 將一些MV拍在一起,包裝一些講話 好像現在的旅遊特輯 就沒有故事性的 日落巴黎就是第一個有劇本,有演員 一起去用MV去包裝,用音樂去包裝的一個 即是叫音樂電影的第一部 變成他都想有一個紀念性 當然他的面子那時候可以請到鍾左雄和張曼玉去 最難是他又找到吳宇森一起去做嘉賓 你是一個製作人,你怎麼看張曼玉去的舞台 你有沒有演出,你怎麼看 沒有,你贏了,你想想他聲色藝俱全 跳舞唱歌,一舉手一頭粥都有那個味道 就算我現在是幾紅的新人,你都沒有他那麼齊 有他那麼齊,沒有他那麼紅,有他那麼好 沒有他那麼令人那種難和 你又是很好,但你不會memory 你會記得他的動作,他唱歌的情緒 就算你幾紅都不夠紅,我總覺得他都很少 就算華人的藝人都真少,就是一個legend 好像Jipstein 他在台上做真的 是啊,他在台上都要曬 如果你說聲色藝,你不用很多danser 他一個站在那裡都要曬你 你要很大的動作,你才可以比拼到他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特質 也可能是他人生的一個歷練 他們以前那批藝人要去捱那種階段 在裡面他要怎樣去拿回attention 你想想他最初扔帽子出去 你想想他真的很悲哀,扔上來 他是經歷過這些,American Pi 他是經歷過一個很低的階段,再上 然後他又停了一段時間,再去高峰 你想想他復出的歌,可惜很少人 你復出的歌,是比你之前的歌更加成功的